今日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《免费商业的未来》 首先我们要理解,什么是免费呢? 免费不是指不收钱,而是改变经营的模式 如果你可以不用钱这个工具,而可以做到产品或者服务的销售 那你就算是做到免费了 如果你想利用免费来赚钱,就要重新计定你的市场 以下有四种比较常用的免费模式 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,直接提供赠品 第二,借助第三方市场 冠名赞助,就是用这种模式 第三,免费加收费 提供试用也算是这个模式 最后就是利用非货币市场 在以上的情况下,企业间可以选择互相帮助 枯发出新的商业模式 今时今日,商业社会需要的不只是技术升级 更需要的是思维升级 才可以创业成功 字幕 李宗盛